那么还有个问题呢 这位朋友也是留言给您的 您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他有什么需要您帮助 想请问一下 如果说是出租的房子 想要改变出租变成自住的话 那将来卖房子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缴税 谢谢 好的谢谢李浩会计师 那么因为我知道 其实这个类似的问题 您之前回答过 但是在这2020年的农历新年的 这个大年30之前 您把这个回顾一下 教大家一下 就是说以前输租的 现在自住了 然后怎么样去合理的缴税 或者避税呢 好那他是问的简单 其实圈材挺多的 第一个他之前出租的话 他折旧的部分 肯定会减少他的这个税务基础 第二个就是他假如转变成 他自己的私人住宅 那他卖的话 假如是亏损的话 这亏损还不能抵扣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他的那个capital gain 需要去分开 就是一部分是qualified use 一部分是non-qualified use 一部分符合他的这个自住房 一部分符合他出租房 那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已经出租了七年 最后两年他住进去 然后去卖 那就表示他的只能这个exam的部分 就不需要缴这个税的部分 只有2分之9 那这要算算了 2分之9的 假如是single的话 就25万的减免额是多少 那还有一个就是要确认 就是他之前有没有做103 exchange 假如之前有做103 exchange的话 他一定要住吗 5年以后 他的gain还有exclusion 就有25万的分子减免额 所以这都是他需要去考量的地方 好的好的 谢谢李豪会计师 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 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回答 谢谢你 那么也是祝你牛年大吉 谢谢 好的